猪油是个好东西 中医认为猪油有骨虚润脏解毒的作用 可以致脏腑、酷涩、大便不利、躁壳、皮肤干液等症 经常的吃猪油具有以下好处 动物油的油脂与一般植物油相比 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香味 可以增进小儿的食欲 对于防治小儿厌食就有一定的帮助 第二具有润肠通便 猪油滑腻、诱入大肠经 猪油正好可以润滑肠道 使人排便、通畅 所以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 第三健脾养胃 猪油滋养五脏 尤其对于脾胃和肺 猪油胃干 可以使肺脏变得强健 有助于食物在体内更容易被消化 所以猪油可以适用于脾胃虚弱 食欲不振、身体瘦弱的人群 最后猪油具有解毒润躁 中医认为肺主皮毛及人体皮肤、毛发的生长靠肺滋养 猪油能够补益肺因 这就直接促进了皮肤和毛发 因此猪油具有粤皮肤做手稿 不搓 猪油可以适用于一般人群 寒冷地区的人可以多使用 但是老年人肥胖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外感、猪病、大便、滑溪者都不易使用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